命运曲折的龙心高铁项目再出状况了 日本共同社揭露 由于我国政府不愿意提供融资支持 日本企业决定不再投标 首相纳杜斯里安华今天证实了这个消息 政府会研究后续效应 是的 另一方面 针对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 要求政府下架讲述一马丑闻的纪录片逃亡者 政府会考虑 一度夭折的龙心高铁项目又传出不利消息 高铁机构发出的龙心高铁项目 信息征询书倒数三天 也就是星期一截止 然而日本共同社今天独家报道 我国和日本政府及企业相关人士透露 原本争取引入日本新干线系统的 东日本铁路公司 以及其他日本企业将放弃参与这项计划 原因是我国政府不愿提供融资支持 导致项目风险比较大 报道还提到 有意投标龙心高铁项目的中国 如果标得这个项目 将能进一步在东南亚市场确立优势地位 不过中资如今也开始警惕财务负担潮载 因此这个大型跨国基建项目可能曲折坎坷 首相兼财政部长纳杜斯里安华 今天进行周五礼拜后证实了日资退出 政府考虑用公司合营模式重启高铁项目 高铁机构在去年7月召开信息征询书的汇报会 据冲吸引了超过700名本地和外国投资者出席 而提交信息征询书的截止日期 也从去年11月15号转延到今年1月15号 另一方面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的代表律师团 致函通讯部长法米要求政府强制影音串流平台网飞 下架讲述义马公司弊案的纪录片逃亡者 纳吉代表律师丹斯里沙菲仪表示 义马案还处于法庭审讯阶段 而前任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 美国驻马前大使约翰·马洛特 沙拉月报告主编克莱尔等人 在片中的言论存在诽谤和藐视法庭的嫌疑 纳吉律师团也促勤法米 根据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11条文对付纪录片的制作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 wir